大家好 今天來這邊為大家介紹的是來的藍光 是來自韓國的LG BD370 那它是LG在今年有比較新的產品之一 那我們首先我們先來看一下外觀的部分 外觀的部分呢 它是採用鋼琴烤漆的前擋板 那這個每個擋板呢都可以打開 那讓外表看起來比較簡潔一點 那它中間這個部分呢 是除了有就是BD的標誌之外 那它還有一些簡單的操作具 像開機啊或是進退片在左右兩側 那這台是這個的BD370最主要的外觀的特色 那不能免俗的呢 我們現在就來測試這台BD370的開機以及讀片的時間 那LG號稱這台呢是擁有相當快速的開機及讀片速度 那我們現在首先呢 我們就來測試一下它的開機時間 那開機的時間呢 那開機的時間呢經過測試 從黑畫面到現在的主權單呢大約是14.2秒 那算是相當快速的一個開機時間 好那我們測完開機時間之後呢 我們現在接著要來測試它的讀片的時間 現在就開始進行測試 谢谢大家 好那测试有画面出来的结果呢 读片时间呢是31.4秒 算是相当 读片时间算是相当适中的一台展览 好那现在要为各位朋友介绍的是这台 LGBT370它的操作选单 那我们可以看到它的操作选单呢 是采用图像式以及文字的搭配叙述 它看起来相当的简简明亮 那里面呢当然有影片的设定 那最特别的是呢 它这台蓝光BD370除了可以支援网路的BDLive功能之外 它还可以直接上YouTube去浏览影片的功能 那还有也可以看相片啊 然后听音乐 那在设定的部分呢 也可以针对你的显示器 还有你操作选单的语言 还有一些声音啊 上手 还有你在接网路的时候 它会有个网路的设定 都可以在这个选单相当清楚的看得到 那它还有 它其他的设定还有针对字型的大小 字型的大小只能做设定 如果你可能视力不太好的话 你可以再把它调大 那外观的部分就可以改变了 那这个选单后面的背景 那这个设计算是相当的活泼的选单设计 最后呢 我要为各位消费者介绍的就是它的遥控器的部分 那遥控器的部分 其实它按键的大小还有分隔 都做得非常的 就是大小还蛮适中的 操作起来还蛮顺手 那最重要的是呢 这是这一次专题里面 所测的遥控器里面 它唯一有中文显示的 那算是相当贴心的一个设计 因为其他的厂牌都是用英文的文字显示 那特别的地方是它下面这边可以把它推开 推开 如果你家中的蓝光播放机 跟你的一金电视都是LG的话 你可以在下面 这个里面控制它电视的 像是频道的调整 还有音量的调整 那这也是 它们就是有一个link的功能 那你可以在下方这边找得到 那这又是这一台 这个遥控器最主要的特色 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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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大家